皮膚科醫生最愛用 也最推薦的就是維他命A 治療粉刺痘痘就用A 抗皺讓肌膚膨彈也用A 但是Google隨便搜一下 你就會看到所有人都在問 A唇的濃度到底多少才有效啊 A唇可以每天擦嗎 如果使用A唇 皮膚脫皮怎麼辦 但是誰說用A保養 就一定得要忍受肌膚脫皮呢 就要看你用的A 到底是哪種A 現在的維他命A真的超級紅 我們簡單收集了幾種 不同的這個維他命A 不討論功效 只是針對維他命A的種類 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我前面手邊上這一瓶 他所強調的這個維他命A 是各種不同的A相加在一起 他們是將最溫和的 所謂的A質搭配A唇 以及效用最明顯 但是刺激度最強的A全 三種A 混合成1.5%濃度的比例 但是因為維他命A的轉化過程 都是從A質轉化成A唇 再變成A全 但他們之間並不是 減了一份這個刺激 再加了一個比較刺激的 然後相加之下就等於0 並不是這樣子講 還是要看分別添加的濃度而定 所以比方1.5%當中 如果A質佔了一半以上 甚至更多 那麼這一瓶的效果 就會偏向比較溫和 適合想要嘗試 A唇的這個入門新手來使用 但如果他A的比例 才是最高的 甚至接近1%的比例 那就有可能這一瓶 會推薦給皮膚比較永健 比較不容易過敏的人 否則呢 一般的人嘗試呢 就可能會出現的這個紅腫 甚至癢脫皮等等的副作用 另外呢 這兩瓶呢 是目前最多人使用過的A唇 目前保養品市場的主流呢 就是A唇的保養品 幾乎已經進入 絲殺比例 百分比有多高 那一般呢 適合大家入手的使用濃度呢 大概在0.1%左右 但有些品牌呢 會做到0.3% 甚至像有些品牌呢 是已經強調到1% 以A唇來說 已經是非常非常高的濃度了 適合已經常常使用 傳統A唇的老手 或者說你是超油性的肌膚 然後年紀很輕 皮膚真的很粗厚的 這種肌膚來使用 否則一般的肌膚呢 很容易就因為這樣使用個幾天 就造成了一個大暴斗 或是大敏感 大紅腫的現象 所以不要一味的認為呢 最高濃度才是最好的 A唇的濃度呢 要特別特別的小心跟注意 像這一瓶呢 它是使用了 A唇的一個保養品 那A唇呢 是除了皮膚科醫師 才能使用的 藥用A酸之外呢 傳統中 護膚保養品 這個維他命A的種種當中呢 是效果最強最強的一個成分 但是相對而言 它的刺激性也最高 所以一般呢 會使用這個成分的保養品呢 一定會添加一些特別的配方 來幫助肌膚保濕 修護 不過使用上 你還是要留意 使用的量不要太多 留意皮膚可能會造成的 乾燥 紅腫 跟癢的種種問題 現在呢 手面上這一支呢 跟我們金層之雙 超維A全的逆鈴精華 都是使用目前最新 最溫和 最有效的 四世代HPR 沒有傳統的這個維A的困擾 效果呢 更快 更穩 更好 只是這一支專櫃的這個產品呢 它並沒有提到 HPR的濃度比例 到底有多高 畢竟這個HPR呢 它的成本比較高 所以目前市面上看到 用到HPR的產品呢 相對來講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我們這一支呢 超維A的這個逆鈴精華呢 它使用的這個HPR呢 是2%的高濃度 我們把金層之雙這一款呢 超維A全的逆鈴精華 送到SGS進行 公正的第三方人體實證測試 而且呢 經由皮膚科醫師評估證實 百分之百的受試者 在使用後 都沒有敏感不良的反應 舒適 無刺激感 同時呢 可以看到照片上 是SGS所提供的一位受試者 在使用超維A全的逆鈴精華 28天之後拍攝的照片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眼周與尾紋的淡化力 肉眼可見 皺紋的改善程度呢 平均有8.3% 皮膚的彈力也有獲得改善 不怕光敏感 擺脫 紅 癢 脫皮等等副作用 再也不需要找C碗A 早晚都能使用的 極速A醇 老牛推薦的 超維A全能逆鈴精華